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1936年12月 第五章 战略防御 这个题目中我想说明下列个问题 一 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 二 反围剿的准备 三 战略退却 四 战略反攻 五 反攻开始问题 六 集中兵力问题 七 运动战 八 速决战 九 歼灭战 第一节 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 为什么从防御说起呢 1924年至1927年的中国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失败后 革命成了极深刻极残酷的阶级战争 敌人是全国的统治者 我们只有一点小不对 因此 我们一开始就是和敌人的围剿奋斗 我们的进攻是密切的联系于打破围剿的 我们发展的命运全看我们能不能打破围剿 打破围剿的过程往往是迂回曲折的 不是尽情止碎的 首先而且严重的问题是如何保存力量 待机破敌 所以战略防御问题成为红军作战中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 在我们的十年战争中 对于战略防御问题 常常发生两种偏向 一种是轻视敌人 又一种视为敌人所下倒 由于轻视敌人 许多游击队失败了 红军对若干次敌人的围剿不能打破 革命的游击队初起 领导者对于敌我形势往往看得不正确 他们看见自己在一个地方用突然的武装起义胜利了 或从白军中划遍出来了 一时的环境很顺利 或者虽有严重的环境而看不到 因此往往轻视敌人 另一方面 对自己的弱点 没有经验 力量弱小 也不了解 敌强我弱 仍是客观的存在的现象 可是人们不愿意想一想 一味只讲进攻 不讲防御和退却 在精神上解除了防御的武装 因而把行动引到错误的方向 许多游击队因此失败了 红军因为和这同样的原因 不能打破围剿的例子 则有1928年广东海陆丰区域的红军的失败 以及1932年厄狱晚边区的红军 在所谓国民党偏师说的指导之下 使得反对第四次围剿丧失了挫制欲如的能力的事实 为敌人下倒而受挫折的例子 是很多的 和轻敌者相反 人们太看重了敌人 太看清了自己 因而采取了非必要的退却方针 精神上同样地解除了防御的武装 其结果或者是游击队失败 或者是红军的某些战役失败 或者是根据地丧失 丧失根据地的最显着的例子 是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丧失了江西中央根据地 这里的错误是从右倾的观点产生的 领导者们为敌如虎 处处设防 节节抵御 不敢举行本来有力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 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 据而兼之 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 使红军坐了一万二千多公里的长征 然而这种错误 往往有一种左倾倾敌的错误为之先行 1932年进攻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 正是后来在对付敌人第五次围剿中采取消极防御路线的根源 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 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 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 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 积极防御 又叫攻势防御 又叫决战防御 消极防御 又叫专守防御 又叫单纯防御 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 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 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 据我所知 任何一本有价值的军事书 任何一个比较聪明的军事家 而且无论古今中外 无论战略战术 没有不反对消极防御的 只有最愚蠢的人 或者最狂妄的人 才捧了消极防御当法宝 然而 世上偏有这样的人 做出这样的事 这是战争中的过失 是保守主义在军事上的表现 我们应该坚决地反对它 后起而且发展得很快的帝国主义国家 即德日两国的军事家中 积极地鼓吹战略进攻的利益 反对战略防御 这种思想 是根本不合于中国革命战争的 德日帝国主义的军事家们指出 防御的一个重要的弱点是不能振奋人心 反而使人心动摇 这是说的阶级矛盾剧烈 而战争的利益仅仅属于反动的统治阶层 乃至反动的当权政派的那种国家 我们的情况不同 在保卫革命根据地和保卫中国的口号下 我们能够团结最大多数人民万众一心的作战 因为我们是被压迫者和被侵略者 苏联内战时期的红军也是在防御形势之下战胜敌人的 他们的战争不但在帝国主义各国组织白党进攻时 是在保卫苏维埃的口号下进行的 就是在十月起义的准备时期 也是在保卫首都的口号下进行军事动员的 一切正义战争的防御战 不但有麻痹政治上一己分子的作用 而且可以动员落后的人民群众加入到战争中来 马克思说的武装起义之后一刻也不应该停止进攻 这是说成敌不备而突然起义的群众应该不让反动的统治者有保守政权或恢复政权的机会 趁此一瞬间把国内反动的统治势力打得措手不及 而不要满足于以德的胜利 轻视敌人 放松对于敌人的进攻 或者畏缩不前 坐施消灭敌人的时机 招致革命的失败 这是正确的 然而不是说 敌我双方已在军事对抗中 而且敌人是优势 当受敌人压迫时 革命党人也不应该采取防御手段 如果这样想 那就是第一号的傻子 我们过去的战争 整个地说来是向国民党进攻 然而在军事上采取了打破围剿的形式 在军事上说来 我们的战争是防御和进攻的交替的应用 对于我们 说进攻是在防御之后 或说进攻是在防御之前都是可以的 因为关键在于打破围剿 围剿没有打破以前是防御 围剿一经打破就开始了进攻 仅仅是一件事情的两个阶段 而敌人的一次围剿和他的又一次围剿是衔接着的 这两个阶段中 防御的阶段比进攻的阶段更为复杂 更为重要 这个阶段包含着怎样打破围剿的许多问题 基本的原则是承认积极防御 反对消极防御 从国内战争说 假如红军的力量超过了敌人时 那么一般的就用不着战略防御了 那时的方针只是战略的进攻 这种改变 依靠于敌我力量的总的变动 到了那时 剩下的防御手段只是局部的东西了 第二节 反围剿的准备 对于敌人的一次有计划的围剿 如果我们没有必要的和充分的准备 必然陷入被动地位 临时仓促应战 胜利的把握是没有的 因此 在和敌人准备围剿同时 进行我们的反围剿的准备 是有完全的必要 我们队伍中曾经发生过的反对准备的意见是幼稚可笑的 这里有一个困难问题 容易发生争论 就是 何时结束自己的进攻 转入反围剿的准备阶段呢? 因为当自己处在胜利的进攻中 敌人处在防御地位时 敌人的围剿准备是在秘密地进行的 我们难于知道他们将在何时开始进攻 我们准备反围剿的工作开始早了 不免减少进攻的利益 而且有时会给予红军和人民以若干不良的影响 因为准备阶段中的主要步骤 就是军事上的准备退却 和为着准备退却的政治上的动员 有时准备过早 会变为等待敌人 等了好久 而敌人未来 不得不重新发动自己的进攻 有时我们的重新进攻刚在开始 又恰好遇到了敌人进攻的开始 把自己处在困难地位 所以开始准备的时机的选择 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断定这种时机 要从敌我双方情况和二者间的关系着眼 为着了解敌人的情况 需从敌人方面的政治 军事 财政和社会舆论等方面搜集材料 分析这些材料的时候 要足够地估计敌人的整个力量 不可夸大敌人过去失败的程度 但也绝不可不估计到敌人内部的矛盾 财政的困难 过去失败的影响等等 对自己方面 不可夸大过去胜利的程度 但也绝不可不足够地估计到过去胜利的影响 但是开始准备的时机问题 一般地说来 与其失之过迟 不如失之过早 因为后者的损失较之前者为小 而其利益 则是有备无患 根本上立于不败之地 准备阶段中的主要的问题 是红军的准备退却 政治动员 征集新兵 财政和粮食的准备 政治一己分子的处置等 所谓红军的准备退却 就是说不要使红军向着不利于退却的方向 不要进攻得太远了 不要使红军过于疲劳 这是在敌人大举进攻的前夜主力红军的必要的处置 这时红军的注意力 主要的要放在创造战场 征集资裁 扩大自己和训练自己的计划上 政治动员是反围剿斗争中第一个重要问题 这集是说明确 坚决而充分地告诉红军人员和根据地的人民 关于敌人进攻的必然性和迫切性 敌人进攻危害人民的严重性 同时 关于敌人的弱点 红军的优良条件 我们一定要胜利的志愿 我们工作的方向等 号召红军和人民全体为反对 围剿 保卫根据地而斗争 除开军事秘密外 政治动员是必须公开的 而且力求普及于每一个可能拥护革命利益的人员 重要的关节是说服干部 征集新兵需从两方面出发 一方面顾到人民的政治觉悟程度和人口情况 又一方面顾到当时红军的情况和整个反围剿战役中红军消耗的可能限度 财政和粮食问题 不再说对于反对围剿是有重大意义的 要顾及围剿时间的可能延长 应当计算 主要的是红军 再则革命根据地的人民 在整个反围剿斗争中物资需要的最低限度 对待政治一己分子 不可对他们不警戒 但也不可过于恐惧他们的叛变 而采取过分的警戒手段 对地主、商人、富农之间是应该有分别的 主要地是政治上向他们说明 争取他们中立 并且组织民众监视他们 只有对极少数最带危险性的分子 才可以采用严峻手段 例如逮捕等 反围剿斗争胜利的程度 是和准备阶段中任务完成的程度密切的联系着的 由轻敌而发生的对于准备的放松 和由被敌人进攻所吓倒而发生的惊慌失措 都是应该坚决反对的不良倾向 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 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 第三节 战略退却 战略退却 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 因为顾道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 为了保存军力 带击破敌 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 可是 军事冒险主义者则坚决反对此种步骤 他们的主张是所谓欲敌于国门之外 谁人不知 两个拳师放对 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 而蠢人则歧视汹汹 要出战略 屁头就使出全副本领 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水浒传 上的洪教头 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 连换几个来来来 结果是 退让的林冲 看出洪教头的破绽 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春秋时候 鲁与其战 鲁庄公起初不带 其军提备就要出战 后来被曹贵阻止了 采取了敌皮我打的方针 打胜了齐军 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力 请看历史家左丘明的叙述 春 齐师罚我 宫将战 曹贵请见 齐乡人曰 肉食者谋之 又何奸焉 贵曰 肉食者比 未能远谋 乃入见 问 何以战 宫曰 衣食所安 福感专业 必已分人 对曰 小惠未便 民福从也 公曰 牺牲玉伯 福感家也 必已信 对曰 小信未福 神福福也 公曰 小大之欲 虽不能查 必已情 对曰 终之赎也 可以一战 战则请从 宫与之城 战于长勺 宫将谷之 贵曰 未可 齐人三谷 贵曰 可以 其事败祭 宫将持之 贵曰 未可 下是其辙 登是而望之 曰 可以 遂逐其失 既可 公问其顾 对曰 夫战 勇气也 一股作气 再而衰 三而结 笔节我赢 顾克之 赴大国南侧也 具有福焉 无视其辙乱 忘其其迷 顾逐之 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 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 取信于民 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 长勺 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 比捷我赢之时 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 折乱其迷之时 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 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 中国战史综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力是非常之多的 楚汉成高之战 新汉昆阳之战 元曹关渡之战 吴魏赤壁之战 吴蜀夷陵之战 秦晋匪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 都是双方强弱不同 弱者先让一步 后发制人 因而战胜的 我们的战争是从1927年秋天开始的 当时根本没有经验 南昌起义 广州起义是失败了 秋收起义在湘厄干边界地区的部队 也打了几个败仗 转移到湘干边界的井冈山地区 第二年4月 南昌起义失败后保存的部队 经过湘南也转到了井冈山 然而 从1928年5月开始 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 已经产生出来了 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 敌注我扰 敌疲我打 敌退我追的16字决 这个16字决的军事原则 立三路线以前的中央是承认了的 后来我们的作战原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到了江西根据第第一次反围剿时 又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 而且应用成功了 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 这时是军事原则的新发展阶段 内容大大丰富起来 形势也有了许多改变 主要地势超越了从前的朴素性 然而基本的原则 仍然是那个16字决 16字决 包举了反围剿的基本原则 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 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 后来的东西只是它的发展罢了 然而从1932年1月开始 在党的三次围剿被粉碎后 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那个包含着严重原则错误的决议发布之后 左倾机会主义者就向着正确的原则作斗争 最后是撤销了一套正确原则 成立了另一整套和这相反的所谓新原则或正规原则 从此以后 从前的东西不能叫做正规的了 那是应该否定的游击主义 反游击主义的空气 统治了整整的三个年头 其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 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 最后第三阶段变成了逃跑主义 直到党中央1935年1月在贵州的遵义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的时候 才宣告这个错误路线的破产 重新承认过去路线的正确性 这是费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呀 起见的反对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说 诱敌深入是不对的 放弃了许多地方 过去虽然打过胜仗 然而现在不是已经和过去不同了吗 并且不放弃土地又能打胜敌人不是更好些吗 在敌区或在我区敌区交界地方去打胜敌人不是更好些吗 过去的东西没有任何的正规性 只是游击队使用的办法 现在我们的国家已成立了 我们的红军已正规化了 我们和蒋介石作战是国家和国家作战 大军和大军作战 历史不应重复 游击主义的东西是应该全部抛弃的了 新的原则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 过去的东西是游击队在山里产生的 而山里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 新原则和这相反 以一当时 以时当百 勇猛国敢 乘胜直追 权限出击 夺取中心城市 两个拳头打人 敌人进攻时 对付的办法是预敌于国门之外 先发制人 不打乱弹弹灌灌 不丧失寸土 六路奋兵 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 是短促突击 是堡垒战 是消耗战 是持久战 是大后方主义 是绝对的集中指挥 最后 则是大规模搬家 并且 谁不承认这些 就给以承办 加之以机会主义的头衔 如此等等 无疑的 这全部的理论和实际都是错了的 这是主观主义 这是环境顺利时 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现 环境困难时 则依照情况的变化 以此变为拼命主义 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 这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 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 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这里单说战略退却 江西叫做 右敌深入 四川叫做 收紧阵地 从前的军事理论家和实际家也无不承认这是弱军对强军作战时在战争开始阶段必须采取的方针 外国的军事家就曾这样说战略首饰的作战大都先必不力的决战使之有力的情况使求决战 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对此也没有任何的增加 战略退却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军力准备反攻 退却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处在强敌的进攻面前若不退让一步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 过去却有许多人坚决的反对退却认为这是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 我们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反对是完全错误的了 准备反攻 需选择和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若干条件 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 然后进入反攻阶段 依我们的过去情形说来 大概需在退却阶段中取得下列诸种条件中至少二种以上 才算是有利于我不利于敌 才好使自己转入反攻 这些条件是 1.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 2.有利作战的阵地 3.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 4.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 5.使敌人疲劳沮丧 6.使敌人发生过失 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 这就是根据地的条件 并且由于这个条件 第四第五第六等条件也容易造成或发现 所以当敌人大举进攻红军时 红军总是从白区退却到根据地来 因为根据地的人民是最积极的援助红军反对白军的 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也有区别 对于封锁消息 侦查 运输 参战等是 中心区的人民比较边缘区为好 所以退却终点 在过去江西反对第一 二 三次围剿时 都选在人民条件最好或较好的地区 根据地这个特点 使红军的作战比较一般的作战起了很大的变化 也是使后来敌人不得不采取堡垒主义的主要原因 退却的军队能够选择自己所欲的有利阵地 使进攻的军队不得不救我范围 这是内线作战的一个优良条件 若军要战胜强军 是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 但是单有这个条件还不够 还要求别的条件和它配合 首先是人民的条件 再则还要求好打的敌人 例如敌人疲劳了 或者发生了过失 或者该路前进的敌人比较的缺乏战斗力 这些条件不具备时 虽有优良阵地 也只得置之不顾 继续退却 以就自己所欲的条件 白区未尝无优良的阵地 但无优良的人民条件 如果其他条件也还未造成或未发现时 红军便不得不向根据地退却 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的分别也大体是如此 除地方部队和钳制兵力外 一切突击兵力以全部集中为原则 当着我们向战略上取手式的敌人进攻时 红军往往是分散的 一旦敌人大举向我进攻 红军就实行所谓 求心退却 退却的终点 往往选在根据地中部 但有时也在前部 有时则在后部 依照情况来决定 这种求心退却 能够使全部红军主力完全集中起来 弱军对于强军作战的在一个必要条件 就是减弱地打 然而当敌人开始进攻时 我们往往不知敌之分禁 各军何不最强 何不刺强 何不最弱 何不刺弱 需要一个侦察的过程 往往需要许多时间 才能打此目的 战略退却的所以必要 这也是一个理由 如果进攻之敌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 我们要求强弱的对比发生变化 便只有等到敌人深入根据地 吃尽根据地的苦楚 如同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谋吕参谋长所说的肥得脱瘦 瘦得脱死 又如围剿军西路总司令陈明书所说的国军处处黑暗 红军处处明亮之时 才能达到目的 这种时候 敌军虽强也大大减弱了 兵力疲劳 士气沮丧 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 红军虽弱 却仰精蓄锐 以意待劳 此时双方对比 往往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 或者敌军的绝对优势改变到相对优势 我军的绝对劣势改变到相对劣势 甚至有敌军烈于我军 而我军反忧于敌军的事情 江西反对第三次围剿时 红军实行了一种极端的退却 红军集中于根据帝后部 然而非此事不能战胜敌人的 因为当时的围剿军超过红军十倍以上 孙子说的避其锐气 积其堕归 就是指得使敌疲劳沮丧 以求减杀其优势 退却的最后一个要求 是造成和发现敌人的过失 须知任何高明的敌军指挥员 在相当长时间中 要不发生一点过失 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们成敌之戏的可能性 总是存在的 敌人会犯错误 正如我们自己有时也弄错 有时也受敌以可成之戏一样 而且 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 例如孙子所谓适行之类 适行于东而基于西 即所谓升东击西 要这样做 退却的终点 就不能限定于某一地区 有时退到该地区还无系可成 便不得不再退几步 带敌发生可成之戏 退却所求的有利条件 大致如上所述 然而不是说 需带这些条件完全具备方能举行反攻 要同时具备这些条件是不可能的 而且也不必要 但依据敌人当前情势 争取若干必要条件 是以若敌强的内线作战军队所应该注意的 在这上面的反对的意见是不正确的 决定退却终点就在何处 需以整个形式做出发点 在局部形式看来有利于我转入反攻 如果不是同时在全体形式看来也对我有利时 则据此决定退却终点 就是不正确的 因为反攻的开始 必须计算到以后的变化 而我们的反攻总是从局部开始的 有时退却终点应该选在根据地的前部 例如江西第二次 第四次反围角 闪干第三次反围角时 有时需在根据地的中部 例如江西第一次反围角时 有时则在根据地的后部 例如江西第三次反围角时 这些都是将局部形式联系到整个形式来决定的 江西第五次反围角 我均全然不讲退却 原因在于对局部形式和整个形式都不注意 实在是一种鲁莽灭裂的干法 形式是由条件造成的 观察局部形式和整个形式的联系 应从当时敌我双方所具条件之鉴于局部的和鉴于全体的 是否在一定的限度上立于我之开始反公义为断 退却终点 在根据地可以大体上分为前部 中部 后部三种 然而是不是根本拒绝在白区作战呢? 不是的 我们拒绝在白区作战 仅仅指的对付敌军大规模围剿 敌我强弱悬殊 我们在保存军力待机破敌的原则下 才主张向根据地退却 主张诱敌深入 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造成或发现利于反攻的条件 如果情况并不这样严重 或者情况的严重性简直使红军连在根据地也无法开始反攻 或者反攻不力需要再退以求局势之变化时 那么 把退却终点选在白区也是应该承认的 至少在理论上是应该承认的 虽然我们过去很少这种经验 白区退却终点大体上也可分为三种 第一是在根据地前面 第二在根据地侧面 第三在根据地后面 第一种终点 例如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 如果红军没有内部不统一和地方党的分裂 吉利三路线和AB团两个困难问题存在 是可以设想在吉安、南风、张树三点之间集中兵力举行反攻的 因为当时从干服两河间前进的敌人军力 比起红军来优势并不很大 十万对四万 人民条件虽不如根据地 但阵地条件是有的 而且是可以成敌分路前进时各个把他击破的 第二种终点 例如江西第三次反围剿时 假如当时敌人进攻的规模没有那样大 而敌友一路从敏干交界的剑宁、离川、泰宁前进 这一路的力量又适合于我们的攻击时 也可以设想 红军就在福建西部的白区集中 首先打破此敌 不必绕到千里走锐金到兴国 第三种终点 同样例如上述江西第三次反围剿时 假如敌之主力不是向西而是向南 我们也许被迫着退到惠昌、巡屋、安远地区 那里是白色区域 引敌更向南进 然后红军由南而北向根据地内部打去 这时北面根据地内部的敌军当不是很多的了 但以上这些说明都是假定 没有经验 可以作为特殊的东西看待 不可做一般原则看待 对于我们 当敌举行大规模围剿时 一般的原则是右敌深入 是退却到根据地作战 因为这是使我们最有把握的打破敌人进攻的办法 主张预敌于国门之外的人们 反对战略退却 理由是退却丧失土地 危害人民 所谓打烂坦坦罐罐 对外也产生不良影响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 则为我退一步 抵制堡垒推进一步 根据地日促而无法恢复 如果说右敌深入在以前是有用的 那么在堡垒主义的第五次围剿是无用的 对付第五次围剿 只能用奋兵抵御和短促突击的方法 回答这些意见是容易的 我们的历史已经回答了 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 常有这样的情形 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 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 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 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 加恢复土地 再加扩大土地 这是赚钱生意 市场交易 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 就不能取得货物 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 也不能取得金钱 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丧失是破坏 而其取得是进步的建设 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 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 如果有什么蠢人 不知此理 拒绝睡觉 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 这是十本生意 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十七的十本正因为这一点 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 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 阿比西尼亚的打印账 也得到丧失全国的结果 虽然阿国失败的原因不仅仅这一点 危害人民的问题同此道理 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的打烂歇谈谈灌灌 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的打烂谈谈灌灌 巨派一时的不良的政治影响 就要以长期的不良影响做代价 十月革命后 俄国布尔什维克如果依照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意见拒绝对德合约时 新生的苏维埃就有夭折的危险 这种看起来好像革命的左倾意见 来源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急躁病 同时也来源于农民小生产者的局部保守性 他们看问题仅从一局部出发 没有能力通关全局 不愿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连结 把部分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连结 捉住一局部一时间的东西死也不放 对的 一切依照当时具体情况看来对于当时的全局和全时期有利益的 尤其是有决定意义的一局部和一时间是应该捉住不放的 不然我们就变成自留主义或放任主义 也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当然 战略退却是有困难的 退却开始时机的选择 退却终点的选择 政治上对干部和人民的说服 都是困难问题 都必须急于解决 退却开始时机的问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我们在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的退却 如果不恰在那种时机 即是说如果再迟 那至少我们胜利的程度是要受到影响的 退却过早和过迟 当然都有损失 但是一般的说来 过迟的损失较之过早为大 即使退却 使自己完全立于主动地位 这对于到达退却终点以后 整顿队势 以一代劳的转入反攻 有极大的影响 江西粉碎敌人第一次 第二次 第四次围剿的战役 都从容不迫地对付了敌人 唯独第三次战役 因为不料 敌人经过第二次战役那么惨败之后 新的进攻来得那么快 1931年5月31日 我们结束第二次反围剿的作战 7月1日 蒋介石就开始了他们的第三次围剿 红军仓促地绕到集中 就弄得十分疲劳 如何选择这个时机 全靠收集必要的材料 从敌我双方大事上去判断 和前面说过的选择准备阶段的开始时机所用的方法一样 战略退却 在干部和人民还没有经验时 在军事领导的权威还没有达到把战略退却的决定权集中到最少数人乃至一个人的手里 而为干部所信服的地步时 说服干部和人民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 由于干部没有经验 对于战略退却不相信 在第一次和第四次反围剿的初期 第五次反围剿的整期 在这个问题上都遭遇了很大的困难 第一次反围剿时 由于第三路线的影响 干部的意见 在没有被说服以前 不是退却而是进攻 第四次反围剿时 由于军事冒险主义的影响 干部的意见是反对准备 第五次反围剿时 干部的意见开头是继续军事冒险主义 反对诱敌深入的观点 后来是变成了军事保守主义 张国焘路线不相信 在藏人和回人地区不能建立我们的根据地 只待碰壁以后方才相信 也是实力 经验对于干部是必须的 失败却是成功之母 但是虚心接受别人的经验也属必须 如果样样要带自己经验 否则固执己见拒不接受 这就是十足的狭隘经验论 我们的战争吃这种亏是不少的 人民由于没有经验而不相信战略退却的必要 莫过于江西第一次反对围剿的时候 当时吉安、新国、永丰等县的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无不反对红军的退却 但是在有了这一次经验之后 在后来的几次反对围剿时 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了 大家相信 根据地的损失 人民的吃苦 是暂时的 大家都有了红军能够打破围剿的信心 然而人民的信任与否 密切的联系于干部的信任与否 因此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 是说服干部 战略退却的全部的作用 在于转入反攻 战略退却仅是战略防御的第一阶段 全战略的决定关键 在于随之而来的反攻阶段之能不能取胜 第四节 战略反攻 战胜绝对优势敌人的进攻 依靠于在战略退却阶段中所造成的 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 比较敌人开始进攻时起了变化的形式 而这种形式是由各种条件造成的 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然而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式的存在 还没有使敌人失败 这种条件和形式具备着决定胜败的可能性 但还不是胜败的现实性 还没有实现两军的胜负 实现这个胜负依靠两军的决战 只有决战才能解决两军之间谁胜谁败的问题 这就是战略反攻阶段的全任务 反攻是一个长过程 是防御战的最精彩最活跃的阶段 也就是防御战的最后阶段 所谓积极防御 主要的就是指的这种带决战性的战略的反攻 条件和形式 不仅仅在战略退却阶段中造成 在反攻阶段中继续地造成着 这时的条件和形式 不完全和前一阶段中的条件和形式属于同一形式和同一性质 可以是属于同一形式和同一性质的 例如 此时 敌军的更加疲劳和减缘 不过是前一阶段中疲劳和减缘的继续 但又必然的有完全新的条件和形式出现 例如 敌军打了一个或几个败仗 这使得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 就不仅敌军疲劳等等 而是增加了敌军打败仗这个新的条件了 形式也起了新的变化 敌军调动忙乱 举措失当 两军优劣之势 也就不同于前了 假使一个到几个败仗不是属于敌军 而是属于我军 那么 条件和形式的有利于否 也变到相反的方面 就是说 敌之不利减少 我之不利开始发生 以致扩大起来 这又是完全新的不同于前的东西 无论何方失败 都直接地 迅速地引起失败者方面的一种新的努力 就是企图挽救危局的努力 使自己拖出这种新出现的不利于我有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式 而重新创造出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式去压迫对方 胜利者方面的努力和这相反 力图发展自己的胜利 给敌人更大的损害 务求增加或发展有利于我的条件和形式 而务求不让对方完成其拖出不利和挽回危局的企图 所以 不论在何方说来 决战阶段的斗争 是全战争或全战役中最激烈 最复杂 最变化多端的 也是最困难 最艰苦的 在指挥上说来 是最不容易的时节 反攻阶段中 问题是很多的 主要的如反攻开始问题 集中兵力问题 运动战问题 速决战问题 歼灭战问题等 这些问题的原则 不论对于反攻说来或对于进攻说来 在其基本性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在这个意义上 可以说反攻就是进攻 然而反攻不完全是进攻 反攻原则 是在敌人进攻时应用的 进攻原则 是在敌人防御时应用的 在这个意义上 又都有若干的区别了 因为这个理由 虽然这里把作战的许多问题 统统说 在战略防御的反攻部门中 而在战略进攻部门中 只说些另外的问题 以必重复 但我们应用时 却不可忽略其相同点 也不可忽略其评论 求您参理 你二十踊 主要花几次一个象 尽利 就虽然一个消息 你三一戏 叫我一奸 我千万人以换 常oston 一天我不要走动 把乡主一切莫记了 一夜双花开都要花好 全中其中不要双骄傲 一夜叶二白白加起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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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夜叶三天 一夜叶一夜叶三天 一夜叶三天 一夜叶三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